因為我們觀察到早餐的慣性消費最強 尤其是上班上學的族群 時間往往很匆忙 所以早餐呢 常常就吃那幾家 然後吃一樣的 那也會遇到訂餐 但早餐店電話可能不通 想要吃的早餐 需要排隊等很久 人太多了 老闆忘記做到他想要的餐 那因為會遇到這些問題我們想要改善 讓消費者很方便的可以吃到愛吃 想要吃的早餐 開始一整天的好心情 首先是無人自動接單 餐廳老闆在營業時間內 可以完全不需操作系統就可以接單 其次 利用慣性消費原理 大部分的餐飲應用呢 都在做如何幫消費者找到要吃什麼的服務 我們做的是你已經知道要吃什麼 只是不能快速便利的安排與取得 我們協助商家 可以更快速便利的提供服務 第三 快捷菜單可以一鍵下單 省時間 別的應用都要按很多鍵 才可以完成下單 我們做到媽媽搭電梯的短暫時間 很快就可以點好早餐 這次B公司很榮幸 參與107年度 經濟部商業師 亞洲矽谷智慧商業 服務應用推動計劃的輔導 那城門政府單位 經濟部商業師這邊 不僅提供資源 經費上的一些 協助 更指派了一些委員 然後還有專家 定期的關擺我們 然後 了解我們的計劃 然後協助我們 擬定執行的一些細節 那而且 來針對我們的執行結果 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 感謝商業師的輔導 協助我們創業 讓大家 快速買早餐 每天更美好 YEAH